郑宝秀议员则是提出了有关文化基金会预算短少 电动机车的管理细则 以及七星潭观光环境设施脏乱 还有新城乡人行道以及地下道设施的安全 以及嘉山基地旁连外道路绿美化 每轮吸水环境道路安全等问题 郑宝秀议员则是提出了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七星潭的环境设施相当杂乱 是否应该要给予整理改善 让来到七星潭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更优美的环境空间 你要看是不是很壞 那是烂地 牛蚊子是有没有 老年只要用牛蚊子是那个蚊子 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有够丑的 将这些所有乱七八糟的渔船 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捕鱼捕往的也放在那个地方 刚才议员提到的很多的 一个需要检讨的地方 我们会针对七星潭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警官的维护 会加强来执行 有关这个废弃 废弃渔船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 发函给这个社区 还有这个我们也请农业处帮忙 是因为5月26日那天 双校公偷你才发函的 还是原本你就有察觉 还是昨天偷偷 你们里面都会偷问我 我感觉很奇怪 你们都说别问别问 要问什么 不叫管长 管长站50分钟 治保秀议员也关心 华林县警察局电动车的管理办法 希望能够有更明确的规范 让民众在骑程时 知道相关的法规 才不会造成更多的交通问题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